大量船单如雪片般飞下 落入加萨地区民众家 仔细一瞧 船单用阿拉伯文 要民众赶紧逃到加萨走廊的南侧 加萨的妇女一手拿着船单和简易的行囊 另外一手顺势将小女儿抱起来 仔细的端详 住在加萨北部的民众 只有24小时的时间可以思考 是要留下来还是一路的往南走 有车的人行李绑在车上立刻出发 车上坐不下就坐在车窗上 或是引擎盖上 连后车厢也坐满了人 还有人骑马或是坐马车 方便在行李 有人看到记者愤怒的对着镜头大骂 加萨的空拍画面 只要干到通通都是往南的行人和车辆 路口大塞车 还有人不忘带着牲畜们一起逃 形成了汽车和动物一起塞车的景象 小卡车上挤满了人 沿路人看到民众大包小包 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联合国批评 以色列国防军要加萨人 在一天内撤到南部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面对外界批评 以色列战14号加开了两条平民避难路线 分别是连接尾巴边境的贝特汉诺 到甘尤尼斯的主要干道 以及滨海路线 承诺在这一条路线上不会受到伤害 近新闻 纵火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